第二十九章,朝露第七,二,火鸡道,别急呀,正要跃呢,是死光了,我跃得逃过一劫,也是暂时的,莫过几年,那个主人长平环是死了,这次,死得更吓人,是被人用剑灵池弄死的,灵池是什么死法,不用我讲吧,就是拿刀子拿剑,一下一下在人身上挂,挂足三千六百刀,直到肉都被挂掉,只剩骨头架子, 魏无羡当然不会不知道灵池是什么,如果要谢一本名叫蚕死千法的著作,莫人比他更有资格动逼,举手道,我懂了,那兄台,你知不知厂家是为什么会被灭门,火鸡道,我听愿是被同行修仙的故意设计的,这肯定的呀,不然一群大活人,还是会修仙的大活人,怎么会逃不出来,肯定是被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困在里面了,酒铺老板生怕他们聊得不开心, 还送上来两小碟花生和瓜子,魏无羡点头致谢,边嗑瓜子边继续问,有墨有茶珠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,火鸡哈哈道,公子这不是月笑话吗,那群天上飞来飞去的大爷的是你,咱们这种混日子讨生活的哪里清楚,赵月你们都是修仙的,您应该比我清楚呀,我只模模糊糊听月,好像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吧, 反正从那以后,月阳这片地方的妖魔鬼怪,就莫人管咯,魏无羡私存道,不该得罪的人,不错不错,虎鸡吃了两粒花生,这些什么世家门派的恩怨怨也很复杂的,我琢磨住,长家肯定是被其余的修仙的盯上了,杀人夺宝不是常事吗,那些月说的都这么远,传奇演义也这么写,虽然具体是谁我不清楚,但好像和一个很有名的大魔头有关, 魏无羡笑主把酒碗送到嘴边,邪瞅住他,我猜,你要越不知道这个大魔头是谁了吧,伙计月了,您错了,这个我可知道,好像叫什么老怪,哦,老祖,怡灵老祖,魏无羡呛了一口,咕咚地在酒碗里吐出一串泡泡,什么,又是他,伙计肯定地道,对,没错,县位,好像叫魏无钱,别人提起他时的口气,都又恨又怕,魏无羡 反复思索,确信了两点,一,他生前莫有来过岳阳,二,他杀的所有人里面莫有一个是被他凌迟弄死的,他觉得荒唐,扭头去看蓝忘机,似是要找他讨个乐法,蓝忘机等他一着一眼等得久了,道,走,魏无羡立即了然,蓝忘机对此有话要乐,而且是不方便在酒家当住别人乐的话,他起身道,那就先走,结账,结了是吧,小兄弟, 买的这些酒先在你这里放住,等我们办完事回头再来继续喝,他半开玩笑道,不能赖账啊,虎记已经吃完了大半碟花生,嚷嚷道,哪能呢,本店同所无欺,您就放心搁着你,等不到你们回来我们就不关店,哎,两位公子,现在是不是要去长宅了,华,真厉害,我本地人都莫有去过呢,只敢隔得远远的偷偷望一望,两位是不是要进去呀, 你们打算怎么办,魏无羡道,我们也只是,远远地,偷偷望一望,这个小伙计性格活络,十分自来熟,讲了一阵话就不拿他当外人了,凑过来要搭魏无羡的肩膀,二位你们干这个辛苦吗,争得多吗,肯定很多吧,这么体面,我问个是你,入门,挪不挪,我,他正叙叙叨叨,忽然闭了嘴, 胆战心惊地看向那边,一声道,公子,您旁边那位,等我干啥,魏无羡顺住他目光望去,刚好看到蓝望鸡扭头起身,朝酒家外走去,他道,哦,他妈,我这个朋友从小家叫炎,最不喜欢看现有人当住他的面勾肩搭背,是不是有点怪,火鸡性显然拿回手,小小声地道,怪,看他那眼神, 不知道的怀疑为我勾肩搭背的是他老婆呢,以蓝望鸡的耳力,绝对不可能压低声音就听不到了,不知他此刻有何感想,魏无羡忍笑忍的内伤,忙对火鸡道,我喝完一谈了,火鸡,啥,魏无羡指自己,站住,小火鸡这才想起了,自己越过的喝完了怀能站住我跟你姓,忙道,哦,哦,这个呀,厉害,不是我吹,我这是第一次看到, 喝完了一谈站的稳稳当当舌头还能不打劫的,公子您姓什么,魏无羡道,我,这念想到刚才这火鸡月的魏无羡,抽了抽嘴角,从容地接道,姓蓝,火鸡也是个厚脸皮的,面不改色地大声道,是了,从今天起,我就姓蓝,显红的九招金字下,蓝望鸡的背影,似乎有一瞬间站得不是那么稳当了,魏无羡满脸坏笑,副手走上去,拍拍他肩膀, 谢韩光君结账之恩,我让他跟你姓了,出了城,两人朝那伙计所指的方向走去,行人见少,数目见多,魏无羡道,方才为什么不让我接住问下去,蓝望鸡道,忽然忌气,越扬尝试之事,我有所耳闻,故不必再问,魏无羡道,在你告诉我之前,我先问一声,你帮我摘面确认下,那什么,长家面门不是我干的吧, 且不愿十年前他早就死了,魂魄也安分得很,总不知乌他杀上门去把人家全家灭了,他还能不记得,蓝望鸡道,不是,魏无羡道,哦,仿佛又回到了生前某段人人喊打,硬勾老鼠不如的日子,什么坏事都能算太一份,使盆子随便扣,隔壁老大爷的小孙子, 不知贩售了三斤都能赖是被遗灵老祖,唆使鬼枪军杀人的故事下授的,谁知,蓝望鸡又道,非你所杀,却与你有关,魏无羡道,关联何在,蓝望鸡道,关联有二,其一,此事有一位人物牵涉其中,此人与你母亲颇有渊源,魏无羡顿住了脚步,他心中不知什么滋味,脸上不知做何表情,迟疑道,我母亲,魏无羡乃云梦将是假的, 朴卫常则欲云游道人藏色散人之子,江丰眠夫妇都与他父母熟知,但江丰眠很少对他缅怀固有,江丰眠的夫人于子渊更是从不会对他好好讲话,补抽他几鞭子,让他滚出去贵祠堂离江城原点你就算不错了,父母之事不少都是旁人告诉他的,他知道的其实也不比旁人多多少,蓝望鸡也停了下来,转身与他对视,道,你可听过小星辰此人之名,魏无羡人, 认真想了想,道,不曾,蓝望鸡道,不曾变对了,此人出山成名,恰在十二年前,如今也无人再提了,十二年前,刚好是一零乱藏岗大围剿之后的一年,恰恰错过,魏无羡问道,山是何山,石城何人?蓝望鸡道,山不知何山,石城道门,小星辰,乃抱山散人之徒,魏无羡这才知道,为什么月此人和他母亲颇有渊源, 他道,这么月,这位小星辰,算是我的诗书了,藏色散人,已出自豹山散人门下,这位豹山散人是为世外引道,借岳于温毛,兰安等人是同一时期出道的修士,那一辈的风云人物,如今早已回宵深散,只有豹山散人,转文至今仍未陨落,若果真如此,该有好几百岁了,足现修为了的,当年以温毛为首,性家族而摔门派, 以血院关系为纽带的修仙式立语,后春笋般拔地而起,但凡稍有名气的修士,无疑不开宗立足,而这位高人却选择了归印入山,道好抱山,抱的是哪座山,无人知晓,化月回来,正是因为默认之道,所以才叫归印,若是归印了还能轻易找到,那就不叫归印了, 这位前辈隐居在不知名的仙山上,时常会悄悄抱一些,孤苦无依的海泥上山收作徒弟,但所有的徒弟都要发誓,此生为潜心修道,不得下山,不得入室,否则无论什么理由,从此绝不能再回来,自力更生,红尘中爬摸滚打,与尸门再无关系,世人皆道,抱山散人不愧是得到高人,立得这个规矩实在是极有仙线之名, 因为数百年来,他只有三个徒弟出山,严明道人,藏色散人,小星辰,三个徒弟,个个不得善终,前两个徒弟的下场,未无限自幼便熟知,无需再听,巫师,蓝忘机严谨一该告诉他的,是最后他这位诗说的时机,小星辰出山之时年近17岁,蓝忘机虽然并未与他谋面,却从旁人口中听闻过他的风采,那时摄日之争结束末几年, 以灵乱藏岗大围剿,更是讽头刚过,各大世家横行,四处招揽人才未及所用,小星辰心怀就是执念出山,资质上家,又是出高人,出此业劣,一尾浮尘,一把长剑,只身闯山,拔得头筹一战成名,众家献此品貌清明,修为了得的年轻道人,大为新哲,纷纷送出邀请,小星辰却全部婉言谢绝,明言不愿依附乌任何世家, 却和一位之交好友一起,一心要建立一个,全新的不重视血怨连结的门派,此人性若蒲尾,心若磐石,万柔内刚,又洁身自豪,当时一旦水有什么棘手或挪戒之事,偷一个想到的,便是寻求他的帮助,而他也从不推剧,是以讽评几家,愿阳尝试灭门案,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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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